今天来总结一下八个最好用的蜜粉饼 这八个蜜粉饼都是我自己常年在用 并且有很多个已经是多次在回购的 可以用来早上化完妆去做一个定妆 也很方便我们随身携带去做补妆 那说实话其实蜜粉饼对我来讲的最大意义 就是放在包包里面随身带着补妆 因为非常的轻便 那我先说我最最喜欢的和回购最多次的 就是这个日本的Elegance E大饼 这个已经非常出名了 很多人应该都用过了 他们家分很多个色号 我自己其实也买过三四个色号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差别不大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一号 这个应该也是最最受欢迎的一个色号 它有一点点的提亮 有一点点的白的功效 就是你用上去之后 脸会比平常肤色再亮那么一点点 它是纯氧光的没有珠光 然后它里面附带的薄的粉铺 其实也挺好用的 比较软 然后上面是带有这种小绒毛的 那我们早上在定妆的时候 其实我是倾向于用粉铺 多过于用刷子 因为他们家的粉其实算压得蛮实的 如果说你用刷子去沾的话 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均匀 也没有那么的好上粉 用这个粉铺的话就非常好用了 当然很多人也会推荐说 用CPB他们家的 更加胖胖的 更加厚一点的粉铺去上粉 也非常好用 两个我都会使用 只不过这个薄一点 我们随身携带是比较方便的 那由于这个太好用了 所以我又再买了一罐大的 再来看一下颜色 它里面的粉铺 毛绒粉铺就附带了一个很大的 但这个大粉铺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好用 由于它太大 它可能刷在脸上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兼顾好细节 这个是我的蜜粉饼的颜色 它也是一个纯哑光的 其实它这个大盒的蜜粉饼 就是小的蜜粉饼的一个放大版 它并没有做成散粉状 那还是一个压缩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买大的当然就性价比高一些 人家是没有雷的 就是每个色号真的用起来都差别不大 就不是那种肉眼可辨认的差别 然后它的细腻毛孔 还有控油的效果都非常好 油皮毛孔鸡豆鸡 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在今年比较喜欢用的就是花西子 那其实我买过花西子挺多东西的 那以前没有好好的去用过它的蜜粉 就是买了想不起来用 这个蜜粉呢 今年我出过一次这个教学 因为这新的一代的这个散粉 它柔胶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尤其像我是混油皮嘛 然后我的鼻子和两颊毛孔都挺明显的 还有一些豆坑豆疤 我们在化完妆之后 用这个粉来定妆 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就是秒变这种霧光的一个感觉 但它不会完全把你脸上的这个光泽感遮掉 那严格说来呢 这一款它其实是散粉 它不是那种蜜粉饼 因为它其实里面你看 它里面这个网格下面 它装的就是这种散粉 只不过呢 它装在一个小盒子里 我们随身携带还是可行的啊 它不会撒出来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盒子有点大 所以我还是放在加化妆用 它里面放的这个粉铺 其实也是胖胖的 挺好用的啊 那像我们这种混油皮 你化完妆之后呢 我不想脸上保留太多的这种油光感 我就用这个粉立刻去压一下 甚至有的时候呢 我不化底妆 只化了防晒 或者一点点这种润色的防晒乳 我也会用它来做一个定妆 脸上就立刻变成这种撕断雾光了 肤感特别特别好 而且它的持久也特别棒 这个玉女桃花青蜜粉香粉合版 K03完整的名字 因为他们家的包装长得真的都是太像了 我非常喜欢的呢 就是Evote的蜜粉饼 然后呢他们家是矿物底妆啊 之前呢我推荐过很多次 然后呢这一个呢 就是它做成一个完全透明的 一个蜜粉饼 已经铁皮了 你们就知道我用的有多么多了 以我们家的这个彩妆的囤货量来讲 我能用到铁皮 那就真的是用的非常非常多 我不确定国内旗舰店有没有 这盒是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买的 然后他们家附带的这个 忽略它很脏啊 我还没洗 他们家的这个粉铺一面是皮垫的 然后呢上面带一个丝带 就是你可以把手放进来 然后这样去铺 粉铺是属于比较好用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毛茸茸的 好像有一点点布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它跟我们皮肤的 纹理的这个融合度 也有定妆的这种妆的紧实度 都是蛮好的 新衣皮肤的纹理 还有毛孔来讲都非常好 这一款呢不会让你的脸拔干 不会过于的雾面 所以呢所有肤质都能用很推荐的 一个小小的蜜粉饼 长得非常低调 但是特别的好用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小重一点的 这个产品啊 就是Alice Fass 他们家呢 为人所知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唇膏啊 就自大头唇膏系列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蜜粉饼 被我用的有点恶心啊 就是因为我们拿这个粉铺去沾的时候 有时候它附带了一点点的油脂进去 它跟粉结合起来 就会变成这种硬块状 所以这个呢我是不定期的会拿刮刀把它刮下去啊 然后呢这个蜜粉饼呢 它是有颜色的 它和我讲到的其他的这个粉饼有点不同 他们分三个色号 我用的是最浅的颜色 然后呢这个颜色 它会很自然的帮助你提亮肤色 大家注意看一下 你看我在这区用的 它明显跟旁边的颜色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呢它有一个自然漂亮的提亮的一个效果 而且也是柔胶磨皮的 就是我自己呢 对于蜜粉定妆它的这个要求 它不仅仅是要帮助我做到一个让妆容持久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它做到一个柔胶 就是要为我们的底妆的质感 一定要做到一个加分项 你看放在手上就特别特别的明显 这一块也是我特别爱用的 只是就是唯一吐槽的 我不是很喜欢他们家的包装 因为这个它不是连着的盖子嘛 你拿下来之后要把它取下来 它是一个分开的 然后它里面附带的这个海绵粉铺 也不是那么的好用 但反正也能凑合用吧 就给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这个粉真的做得特别特别的优秀 希望他们未来可以改善一下包装 Fenty Beauty的这一款是今年初的新品 也是我近期发现的一个很好用的 一个定妆的蜜粉饼 然后它是分色号的 我用的是120 它的这个蜜粉饼呢 是跟他们家粉底液一样 分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个色号 那如果说你的肤色跟我差不多 就是你是黄1.5白到黄2白之间 用120这个色号都是OK的 它里面附带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粉铺啊 那这个粉铺的话弹性还不错 只不过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轻薄 所以如果说你想自己买一个这种直隆粉铺 放在里面随身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它的这个盒还挺大的 那它不仅仅是帮助你的皮肤上了一点颜色啊 我觉得它的作用的是 介于蜜粉饼和粉饼之间 它是带有那么一丁点轻微的颜色的 可是它不会像粉饼那么的厚重 因为很多粉饼呢我们上到脸上之后 它的这个粉感和妆感真的是蛮厚的 我自己日常用粉饼非常少 我就是用蜜粉饼用的比较多 因为就觉得不太自然啊 那但这款不会 而且它的控油力超级超级超级好 像Findy Beauty他们家的彩妆呢 底妆主打的就是控油 然后呢整体的妆感都是走向偏 雅光那一块的 就是它的粉底液也好 什么遮瑕也好啊 那这个蜜粉饼也是一样 它的妆感是偏雅光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毛孔肌油皮用这一款 非常非常的好 其他复制也可以用 但是你就不需要全脸去使用了 你只用在T区域 就是你想加强柔胶效果的区域就OK了 这是一个蛮让我惊艳的产品 因为他们家的粉底什么的 就说实话很一般啊 但是这款产品真的就很好用 还有高光也很好用 另外一个呢是大油皮的最爱 就是Bobby Brown的 那这款也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啊 我用的色号呢是Pale Yellow 就是黄调的最浅的一个颜色 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持妆力 真的特别特别好 而且呢对于你毛孔的这个修饰度 皮肤纹理的修饰度 它是持久的 就这个妆效是非常非常持久的 在脸上扒的特别特别的老 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说你的肤色和我差不多 你选这个Pale Yellow应该没有问题 你虽然看上去是蛮明显的黄色 有点这种香蕉黄色 但是我们上在脸上之后 它其实颜色还蛮亮的 颜色其实是蛮浅的 我觉得你如果应要说缺点的话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过于的哑光 所以这款蜜粉呢 我会推荐给油皮 就其他复制的话 我觉得你有很多选择 但是油皮 如果说你皮肤真的是出油严重 脱妆很厉害 你用这一款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NAS的大白饼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啊 那这款呢也是 持妆非常厉害的一款蜜粉饼 而且它是完全透明 没有颜色的 但是呢里面附带的这个粉铺比较鸡肋 我特别怕这种做的很薄的粉铺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样去拿它去上妆 没办法很舒适的去做一个补妆啊 那这一款呢 我如果说在家用的话 我会用那种特别厚的 像CPP那种厚厚的软软的 有弹性的这种毛绒粉铺 而且这一款的话 你用刷子去扫 你会发现蛮难取粉的 但是呢用粉铺去上妆 效果就会好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它也是柔胶 然后呢带轻微一点点的光泽 所以如果说你不是大油皮 你是一般肤质 干性肤质 混合肤质 对吧 豆豆鸡 然后呢你用这一款的话 你会觉得让你的妆效特别自然 就是说它又有哑光 又带一点点的轻微的自然的光泽 但是它不是亮片光泽 而是很细微的 很细腻的那种光泽啊 然后一个呢是Hira的 Hira他们家这个黑盒的一个蜜粉饼 那你们都知道 我个人的是特别喜欢 Hira他们家的这个黑金气垫 我自己呢会购过好多好多次了 然后也已经推荐过很多次 那这一款呢是 好像也是今年的新品啊 它里面附带了一个皮面的 这个小粉铺 是这种比较短绒毛的粉铺 非常非常的好用啊 然后呢这款它带那么一点点的颜色 带的这个呢是17号 那因为它的这个粉 其实它的覆盖力没有那么的明显 就也是属于比较自然的 所以呢我把颜色呢 就选了稍微偏白了那一点点啊 17号 100黄2002.500你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300以内的人用都可以 你看很自然的妆效 然后呢它也是对我们的纹理 是有这个柔胶感的 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美化的 磨皮的效果 因为它带颜色 就是又柔胶又增加了遮瑕力 又提亮 所以这一款呢也是我今年的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新宠啊 我们来总结一下 如果说你的皮肤出油脱妆非常的严重 你要求的是一种雅光感 一种持久力 那么这三个推荐给你 这三个非常非常推荐给大油皮 然后呢像其他的就是所有的肤质都可以通用的蜜粉饼 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内容好吧 大家如果有哪一个你正在用的 觉得特别好用的蜜粉饼 也可以在评论区推荐给我啊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